如果說我因斯坦啟發了我對科學的探究 牛頓的故事令我學會細心觀察身邊的事物 那老師呢?令我知道放學記得要準時 如果不是... 走近快去哪? 還不跟我快點走去補習班 就會變成現在這樣了 來得這個補習班的人不是成績搬車邊 就是受人所迫 唉,你猜真的有人放學還想留在學校嗎? 為什麼今年又見到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補習班的上下 我的成績那麼彰青,連班主任都害怕了我 細細說個好消息給大家聽 今年科學補習班已經傳了一個新老師 哪位老師幫我補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給少點功課就可以了 喂,你們有沒有聽到聲音? 現在什麼時候掌聲成人聊天? 各位同學,我是今年新來的陳老師 亦負責這個課後補習班的老師 咦?他不是就是五妹班的班主任? 聽說他很兇的 在課堂開始之前 我想出一條簡單的數學題 教一下大家 有沒有跟我知道 11加22加33等於多少呢? 陳老師,我知道 等266 對了 陳老師,小編2的題目 怎會難得我們這班讀小生的童話仔 你真是太看小我們了 既然大家對小燕的題目都這麼熟悉 不如我們一起來挑戰一下小生的題目 沒有問題 這條題目有沒有人認識呢? 嘩,這麼難的? 看來一條這麼簡單的小生數學已經難倒大家 接下來這幾個星期 我們唯有找花小生最基本的數學 嘩,不是吧? 陳老師在補習班一直幫我們重溫基礎的數學 他經常跟我們說 如果基礎做得不好 日後再學些新東西只會越來越辛苦 初時我都不是很相信 但... 話更快又到了第二學段評估 雖然我的數學一向都是一般 但當我見到前面這份試卷 猜不到我全部都懂得 連平時十分最多的應用題 居然都看得懂 現在看考試卷 月盈 有進步 連上次考得差過我的月盈 居然都合格 這次看法我怎麼都不會差得去哪裏 下次要努力溫室 這次我又不合格了 放了學了 怎麼還站在這裡不回家呢 對呀,這次數學考得如何 唉,別提了 回到去剛剛又會罵我 怎麼不勤勁地玩那麼酸 拿數學卷給我看看 又不是考得很差 現在至少比上次高了幾分 唉,味又是不合格 但是你又有沒有聽過羅馬城 也不是一天就可以起到出來的 我想下次再努力多少少 就可以拿到100分 100分?哪有那麼容易啊 65分啦 一於這樣說就65分啦 燒毀燒毀,還不出來拿你的卷 天啊 陳老師 語思惟 我終於拿到100分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